我们最后生性业果的部分 要跟大家讲的是 百元经的第六卷 第五十六则 第六卷第五十六则 因无子王请佛缘 因无子王请佛缘 这个公案呢 就是说那个时候 佛陀在色谓国 齐树己孤渡缘 然后跟僧众在这个 齐元金色呢 已经完成了三个月的 这个夏安居 然后佛陀就带领僧众 游行到其他的国家 去度化别的地方的众生 那这时候色谓国的 这个贫婆梭罗罗王 贫婆梭罗罗王呢 他非常的思念佛陀 他常常带着他的大臣 走到王色城外面 然后这个意念佛陀 遥望佛陀 哎呀佛陀世尊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来 我很想供养您 然后那个时候佛陀呢 在其他的国家 知道这个贫婆梭罗罗王呢 他很思念佛陀 佛陀就慢慢移动 慢慢移动 往这个色谓国的方向走 然后呢 经过了这个 摩羯陀国的时候 经过了这个摩羯陀国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一个森林 森林当中有非常多的鹦鹉 森林当中有非常多的鹦鹉 然后里面有一只鹦鹉王 鹦鹉王 那他很有善根 他飞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佛陀跟佛陀的生团 大老远就这样走过来 他很高兴啊 他就飞到佛陀的面前 而且他会开口讲人话 因为大概英文有学人讲话 他开口讲人话 跟佛陀讲说 那希望佛陀跟佛陀的 生团的比修 能够慈悲哀名我们 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 鹦鹉的树林当中呢 然后接受我们这个 休息一晚的招待 那佛陀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呢 鹦鹉王就飞到森林里面 把他的那个鹦鹉的 这个子民啊 全部叫出来 一起飞出来 引寝佛陀 那佛陀就跟 佛陀生团的比修 那一夜呢 就在他们的森林里面的树下呢 孵上坐去 在树下这个禅坐思维 然后这个时候 鹦鹉王呢 发现佛陀跟佛陀生团的比修 就很寂静地 在坐禅思维的时候呢 他就很高兴啊 他就一直飞行巡逻 绕着那个森林 就是不要让任何的 这个狮子虎狼猛兽啊 盗贼啊 去触恼佛陀 跟佛陀的生团这样 他很认真的守护完之后呢 然后佛陀要继续往这个 色谓国 王色城走嘛 要去见平波索罗王嘛 然后呢 这个鹦鹉王就非常的欢喜啊 在前面做引导 好 然后引导佛陀 跟佛陀的生团呢 能够往王色城那个方向走 而且呢 他还提前飞到王色城 跟平波索罗王讲 说 带王那个佛陀 马上就来了 请你准备好这个 上好的斋饭啊 然后引寝供养佛陀 跟佛陀的生团啊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平波索罗王听到了 非常高兴啊 马上就准备了殊胜的这个饮食啊 然后支持了这些床帆 香花 然后演奏各种音乐啊 然后提前来到道路上 引寝佛陀啊 那鹦鹉王看到这个平波索罗王 能够顺利地引寝佛陀 他也很高兴 然后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呢 这一只鹦鹉王呢 他就命中 命中之后 他就生到道立天啊 而且一出生 马上就像一个八岁的小孩一样 好 非常的庄严 然后道立天人 他们出生之后 他们就会想到说 我造了什么善业 我会生到道立天呢 然后他那时候仔细地观察 他就发现说 他前一生是一只鹦鹉王 然后因为他引寝佛陀 在他们的森林里面 缠坐住宿 然后又守卫佛陀 然后又为佛陀引路 让佛陀能够顺利地 见到那个平波索罗王 因为这样的功德呢 他生到了这个道立天啊 他就觉得说 那我一定要报恩啊 供养佛陀 然后他就全身放光啊 穿着这个天衣 带着这个鹦鹿啊 带着这个天罐啊 拿着香花 从天上降下来 这样供养佛陀这样 那佛陀就为他说法 说苦极灭道的 这个四地的法 他马上就心开意解啊 然后证得了出果 虚弱还果 然后呢 第二天呢 圣团里的比丘 就请问佛陀 说昨天晚上啊 我们发现 我们待着这个奇缘 金色大放光明啊 是不是第四天王 梵王还是四大天王啊 还是这些天龙八部鬼神 来特别顶礼拜见佛陀呢 佛陀就说都不是他们 佛陀说是你们 昨天看到的那一位 鹦鹉王 那他因为这个引寻佛陀 跟身众到灵间 这个坐禅 休息的功德 他命中升到刀立天 他成为刀立天子 来供养我 你们看到的就是 他放的光 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圣团的比丘就请问佛陀 说那这一位放光的天子啊 他过去生造了什么业 所以会投生到鹦鹉当中 又造了什么样的业啊 他会听到佛陀说法 然后开悟获得圣果 然后佛陀就说 好啊 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武当魏儒分别解说 佛陀说 在这个衔接当中呢 在加涉佛的时代 加涉佛的时代 那个时候波罗奈国里面 有一位长者 有信佛 他受持了五戒 他受持了五戒 可是呢 五戒当中 其中有一戒 他有一次 偶尔犯了那一条戒 那因为这个犯戒的 这个过失呢 他就堕落到畜生道 生在鹦鹉当中 但是 其他四条戒 他一直很认真的持守 所以因为他其他四条戒 认真持守的功德呢 那这一生就遇到我 然后可以顺利的这个 文法证得圣果 佛陀就跟生团的比修讲 那个时候 那个受持五戒的 那个长者呢 就是今天的这位 鹦鹉天子 前一生做鹦鹉 然后后来成为 道立天的天子 然后再成为圣者 那生团的比修 听到佛陀所说的 这样子的业果的内涵 都非常高兴地 欢喜地依教奉行 所以你从这个公案里面 你就可以注意到 我们广论上面不是讲吗 若诸一生诸一生 若自立正普离 及诸圣子决定胜 真上声音戒飞语 还记得吗 真上声音戒飞语 你希望你一生过得 比一生圆满 一生过得比一生好 它关键就是 要好好持戒 你从这个公案里面 你就看到说 持戒有一点点 这个伤损 不圆满的地方 就会让你的生命过程 产生很多遗憾 反过来讲 你持戒做得好的部分呢 就会让你生命得到 很圆满的这个遭遇 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说 不管是得到 究竟决定胜 还是得到真上声的因 除了戒没有别的 希望自己的生命 过得越来越好 你就要越来越重视持戒 越来越认真持戒 感果的时候 生命就可以越来越好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 生性业果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进行到这个地方 好 经历了 好